很多年前我还在国内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老前辈叫李天恩 他有一次讲到 他就做到他的见证 他说他的老家在河南 他当时回到河南去传福音 传福音后来就被当地的政府抓了 关在监狱里面 关在监狱里面 就是以为当时很严嘛 所以要枪毙他 但是所以他就在监狱里面向主祷告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当地 当时河南驻马店 也是我的老家 但是驻马店的好像区委书记 就被抓了 关在监狱里面 给他关在同一个牢房里面 后来他说这个区委 当时就是区委书记把他抓了 想枪毙他 结果就没枪 结果这个事就一拖再拖 就没有做成 为什么没做成呢 我们知道75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如果是河南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当时驻马店 驻马店他们有一个损库 他那个损库当时下雨 损库的话就 就涨起来 所以他们把那个损库就炸了 炸了把那个泄洪 也没有告诉老百姓 所以很多老百姓在那个时候就被淹死了 后来这个区委书记就因为这件事情被抓了 抓到监狱里面 所以他当时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有感触 他们想来逼迫上帝的仆人 但上帝就让他们自己扰乱 让他自己被抓了被关在监狱里面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会看到上帝会让这些外邦人 或者外邦人他们起来逼迫基督徒 但是上帝会在他们当中作拿扰乱的工作 使他们彼此举手攻击自己 感谢观看